大家好,我是护兰 上一场李淡把我带他炒股和他离婚并列 成为他的两个不大姓氏 李淡其实是我徒弟 跟我学炒股 法号误赔 李淡聪明,学东西快 但凡学慢点,都不至于赔这么多 有时候我觉得挺对不住人家的 套得这么深,还学得那么认真 现在我俩人一出去 都说,哎呀,脱口秀跳玩 其实现在我已经不用教他了,对吧 他现在亏得比我多 但出于蓝,而胜于蓝 而且其实,理财这事儿我家是有传统的 每年春节我家最隆重的不是除夕 是初五 因为叫迎财神 初四晚上我妈就说 面子上早点起,迎财神 我说现在都不让放炮 我拿啥营啊 她说你就开开心心的 给我笑营 后来我查说放炮不是为了迎财神 是为了驱穷鬼 因为有响声,所以驱穷鬼 但现在不让放炮啊 初五我早上起来一看 客厅 看见我妈在那儿 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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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啦 手动驱穷鬼 关键是他也不开个门 不开个窗 我说你把那个穷鬼 从你屋驱到我屋 而且根据我妈的行为 我今年的理财状况 我觉得穷鬼就是被我妈 关在我家了 现在赶都赶不走了 穷鬼说我现在呀 非必要不出门 我今年上半年的理财状况 怎么说呢 脱穷鬼的福啊 隔离两个月 APP账单显示 我消费了两千多 股票亏了五万多 但没有办法 股票是我在那段时间 唯一能买到的东西了 没人跟我抢 菜越抢越贵 股票是越买越便宜啊 而且股市是那种 为数不多的 花了钱也买不到尊重的地方 你看股市那个用词 买了个股票 说什么市值 动不动 蒸发了几百亿 就你偷了抢了 它还有个地方 这蒸发了 都没处说理啊 我就不明白 我说你这股票 到底有多少水分啊 怎么天天蒸发 而且你在想个事就是 液态到气态叫蒸发 人民币那是固态啊 固态到气态那叫升华 所以说我们没有亏 只是我们的钱都升华了 上半年前几个月 我在股市的室内求生之后啊 开启了真正的室内求生 因为我被隔离在酒店 你看他们隔离在家 我被隔离在酒店了 而且是为了工作 纯是为了工作 公司让我去的 去之前公司说 戴好五天的换洗衣服 五天的换洗衣服 在我听来 那就是不用带换洗衣服 我没想到要这么久 之后没办法 用自己手动洗衣服 而且那个时候 洗衣服的十点点 真的很难把握 我这边刚洗完 那边打电话说 下楼做核酸 我说我裤子还没干呢 他说那你换一件啊 我说我没有啊 我也能理解人家 你知道人家怎么上报吗 酒店全员36人 35人核酸阴性 一人裤子没干 而且在酒店里面 吃饭是个问题 没办法做饭 你看他们讲什么 抢菜抢菜难 我连菜都没法抢 我得抢外卖 抢外卖比抢菜难太多了 因为我得等那个饭店老板 抢到菜之后啊 我就靠抢不到外卖 瘦了20斤 很多人问我 说你靠什么减的肥 我说主要是靠 手速慢啊 以前减肥是要努力的 现在不努力 肯定是要减肥的 而且你想想 真的 越饿越慢 越慢越饿 恶性循环 而且我抢到外卖之后 要分成几份 规划成几天吃 这是真事 因为我知道 不要把鸡蛋 都放进一个肚子里 本来寻思 风之前 我还带了两罐红牛进去 我寻思 这不叫能量饮料吗 吃的不够 实在不行 喝罐这个也能顶顶 后来隔离之后 喝了才知道 这晚上越喝越饿 后来一查才知道 能量饮料 指的是喝完之后 人能散发能量 这都傻事 你能想象吗 半夜一个人 坐在那儿 在宾馆里散发能量 说了这么多呢 其实什么都没说 就像过去这一年 发生了很多事情 其实啥也没发生 谢谢大家 我回来